我记得刘树云居室有个报告 他的光碟注意可以看 他里面讲了一段事情 这事是真的不是假的 一个女同志 在他面前告状 说他先生有外遇了 他告诉这位女同志 他说那是你的丈夫 有外遇了 他说你要想的 丈夫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丈夫是一丈远呢 一丈之内也是你的丈夫 一丈之外就不是的了 你管他干什么 这是劝人放下了 不要自寻烦恼啊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把它引申出来观察 你这个身体 一口气没断活着是自己的 一口气不来了 不是我的啊 你身上穿在身上的衣服 是你自己的 你放在衣柜里边 不是你的啊 你住的房子 你今天住在这个房子 是你自己的 你离开房子 那不是你自己的啊 你口袋里 装的多少钱 在你口袋是你自己的 银行不是你自己的啊 如果我们能做如是惯了 清净心恒快就先钱 这都是跟你讲真话 不是讲假话 放下 叫你时刻刻观想 你自然就能放下了 这些垃圾东西放下之后 佛号才提得起来 那是真的 为什么呢 带着走的 我在这里命中的时候 那个地方到极乐世界去了 最后这一刹那 如果把佛号忘掉了 还迷恋这些东西 你就又高六大轮回了 往生西方的机会 不就错过了吗 那才叫真刻想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